大家好 我们一下我们就向大家简短介绍一下我们是怎么样使用MyViewBall 在复合式教学与演句教学的部分创造师生互动改善教学 那我是钟正之工钟金泽教授 那首先我们简介一下我们所使用的这个软硬体的设置 那教室的部分的话呢 只需要有一台可以手写的一个触控式的一个笔电 那有镜头可以做这个摄影拍萤幕的部分 那另外要安装这个MyViewBall的一个软体 那学生的设备的部分因为要进行复合式的教学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学生是在电脑教室上课 所以他的前面都会有一台电脑 那么我们会有一些学生他受到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 然后被隔离在家里 那这个时候呢他学用自己的家里的电脑来停课就可以 那我们进行复合式教学的一个模式是这样 我们在授课的时候呢 同步授课的时候主要是透过Slido 也就是这个的一个环境 来跟所有上课的同学 不管他是在电脑教室的现场 还是说他是在远距的部分 一起透过这个问题来跟所有的同学来进行互动 那同时呢我们会使用这个MyViewBall 他本身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功能 把我们的萤幕直播到YouTube上面去 然后让每一个同学 不管是在现场的 还是在这个远距的听课的同学呢 都可以同时看到我们教师 在现场上课画面的一个分享 那以下是有关我们在机器电路设计的课程 我们怎样执行翻转教室的上课的一个方式的介绍 那首先呢我们会请同学呢 先听好录音档 所以我们针对授课的课程的内容 我们会准备好录音档 那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是要进行 Sledo的互动问答 那下课才是他自己回去 听上课的录音档的内容 所以这是一种翻转教室的执行的方式 那同时我们安排上级实作练习 有助教可以去做协助 那可以让他们在实作的部分 可以学到更完整的一个知识跟练习 那么为了要能够达到就是 能够在上课的这个问答里面 可以了解到同学对题目的一个实际的了解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设计这些题目 那透过这个Sledo对全部的同学去发问 了解同学是不是了解上课的内容 那同时呢我们要透过这一些 远端桌面连线到Lindos伺服器的一些方式 提供一个统一的一个环境 方备同学来上级实习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课程 不管是这个复合式教学 还是远距教学的一个课程 所进行的翻转式的一个授课的方式 我们使用三段式波段教学法 那三段式波段教学法的话 我们第一波呢 就是让同学要先听上课录音档一遍 所以我们先让同学听一次 所有上课的一个内容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第二波是什么 就是Sledo 我们上课的时候透过题目的一个设计 在课堂让他突然发现他是不是有些地方 他事实上是没有懂 所以我们拿一些题目来考他的时候 就不行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根据同学 对哪些问题比较不清楚 我们就做事实的一个解说 那接下来呢第三波呢 我们再透过上级实作 让同学彻底的去应用所学 所以我们在复合式教学里面 或者是在远距教学里面 我们将这个非同步的教学的模式 同步的教学的模式 上课Sledo的互动 还有上级的实作 我们每周把它搭配使用 这样就可以友善的改善 在复合式教学的时候 同学的一个学习的效果 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受疫情影响 因为全部都是可以用电脑远距来进行 不管你是在教室 你在远距都不会影响大家学习的效果 那以下是我们简单的一个展示 那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呢 我们会快速的把一些 本周录影档的一些重点 向同学做一些提示跟说明 那么我们可能就是 譬如像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电路的设计 它可以应用在哪些地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会打开这个Sledo 然后在这个Sledo的这个问题里面 我们就可以去发问 那不管同学是在现场还是在远距 那他都可以一起来回答 我们老师上课所发问的这些问题 那我们等一段时间以后 让同学去做打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 同学回答的一些效果 那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 我们正确的答案是NOR NoGate 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只有37%的同学答对 而且选项还蛮分散的 那也就是代表说 其实同学说实在没有很懂这个东西 没有很懂 那所以他可以去统计 我们班上的同学 目前来讲到底有多少人是不是已经搞懂这些东西了 那如果同学不懂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做讲解 那同时也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在这些过程中 因为我们要不断的切换 我们的这个界面 可能在这个浏览器的界面 那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能也需要在萤幕上面做一些书写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会一直不断频繁的使用这个MyViewBot 然后让我们可以就是说 适时的在萤幕上面加注一些文章 帮助同学了解 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先简单的跟大家说明一下说 为什么这个逻辑杂 叫做一个Nogate的一个逻辑杂 那之后呢 我们马上就可以补充内容 那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因为我们会跨了很多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软体的部分 所以这个时候呢 MyViewBot它的一个优势就可以出来了 因为它可以在我们的萤幕的最上层 叠了一个手写的一个 一个一个类似一个透明的投影片在这个最上面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在不同软体之间切换 然后可以就是 就是后续再做一些额外的一些说明跟补充 那同时呢 这样子一个画面呢 也会透过这个YouTube呢 直播出去 那这样子同学呢 就是不管在现场跟远距 都可以听得很清楚 这样子 那同时呢 我们在今年的话呢 我们更进一步的采用Gater Time 然后来玩一个密室脱讨游戏 那这个密室脱讨游戏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呢 我们更进一步的来 把我们在上课问的那些问题 干脆把它录在YouTube上面 放在Gater Time的上面 那所以我们可能利用它的一个功能 那到时候同学呢 就是像走迷宫一样 就走到这个位置 然后接下来他直接跟上面的元件做互动 他就可以去看我们发问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接下来就会有选项 那他就可以去在这个上面 去回答到你哪个想法是正确的 那他如果答对了 他就可以穿过这个房间 到下一个房间 要不然你就过不去 那如果答错了 你就会被丢到很前面去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让同学呢 就是自己看影片 然后自己回答 那么如果他不会解答这个问题 那怎么办 没有关系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解答的投影片 所以等他过来了以后呢 他就可以去看老师的详细的讲解的这个录影 然后看完了以后 如果还有问题呢 我们这边还提供了一个 Pedlet的环境 直接迁入在这个环境里面 去做一个这个回答 所以以上呢 我们就简单的介绍 我们是怎么样的 让这个MyViewBall融入我们的课程里面 然后去完成 这个整个的一个复合式的一个教学 以上介绍 谢谢各位 明镜